过去一周的寒流到目前为止 已经在全美各地造成了不计其数的交通事故 更是造成了至少11人的死亡 其中包含上周日在维斯康辛州 密尔沃基发现了两具死于体温过低的尸体 分别为50多岁和30多岁的两名男子 还有一名27岁的女子在新年前夜的庆祝后 也未能逃过严寒带来的死亡 在德州因为有四人死于严寒天气 红十字会在休斯顿建立了取暖中心 与此同时美国中部心脏地带 也因为南下的冷空气而气温骤降 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首当其冲 在迎来2018年前就冻结成了冰川 在麻省海滨 有三条没有挨过新年的鲨鱼 被冲上了柯德角的海岸 而对于气候一直温暖的佛罗里达地区 更是四年来首次发布了低温警报 目前美国东海岸和中西部地区正苦于低温侵袭 而本周晚些时候的暴风雪 无疑将真真切切的给美国人民雪上加霜 据测一场拥有飓风强度和超低温空气的风暴 正在大西洋上空盘旋 并于本周星期三和星期四登陆美国 为北美大陆大西洋沿岸的众多地方 带来强风和降雪 美国东部的巴尔地摩 纽约 费城和华盛顿等城市 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刷新低温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